现在是晚上12点 开了一夜的车 外面下起了雨 我在服务区里 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带着满香的水应该就很吃力了 我来给你放 这样会节约一点油 做早饭吃 把早饭煮上 吃完再赶路 我已经开了一夜了 行 留一格水就行了 我到房车展了 可是人家下班了 我因为变速箱的问题 我迟到了 没赶上 现在我要去找米野 找到王总 说说一些 看来我的破湖也只能拖这个了 我现在换一个360的 这个车只有800公斤 我拉这个走吧 正好斩定这个车 今天车展了 我把它带走 我把那个车跟他换一下 以后就迷你了以后 差一个冰箱 其他的全部都有 车小了一点啊 还是一个人搞的东啊 这个随便拉拉拉就走了呀 3米6长 2米6高 少了一个床铺 少了一个上下铺 少了一个冰箱 其他的都一模样 水箱啊电池都一样大 250安胶体电池 150升清水箱 80升回水箱 这个就是480 比我那还大 这个是跟我的一样的420 这是我现在用的420房车 就这么大 这是我现在换回来的360房车 就一点点大 这样的话 主要是我一个人拉就不能费劲了 那个车我一个人拉不动 他需要两个人 这样的一个人就可以 手刹拉着呢 其他东西都一样 前面少了一块天窗 少了一个玻璃窗 还是这个好一点 我的油耗也会低一点 发现了一个超级的大甲 我的天呐 居然带阳台 这个太厉害了 可惜啊 没有一个仙车可以带 没像个客厅一样 哇 好大呀 这里有一个 哇塞 这个这个厉害了 正在搬家 给我摄影的是张希 拖家慢旅行 我的兄弟 我把这车和和他换了一下 我一天用他的车 这是我所有的家当 真的是拖着家出来的 兄弟 拖家慢旅行了是吧 你变成我了 其实 东西太多了 我现在清肠 现在还是睡衣服 这些衣服 因为这个车 对我的落户来说 确实是个挑战 我的车太老了 有灯吗 有灯 这个灯 对 我的车太老了 实在是 拉不动一个一灯 都有打架了 这个360跟我那个小黄 以前那小黄是差不多重量的 所以拉着就轻松多了 但是这能 东西太多 东西太多 没车 好了 收工 这还有个柜子 我的天呐 一团乱马 生活就是这样嘛 好 哎 我终于收拾完了 现在把第七一期 都打工告成了 这是我的新房车 现在我弄好了 来一起摊摊一下 这是我兄弟小童 里面现在被我布置的 那么多东西 全部全部给他搞进去 做饭以后 这里有个灯了 哎 你不要啊 忘了 开 顶灯 做饭以后 在这里有个灯了 同样在这里 有配置一个 直营水的机器 你说什么 你外面的那个 没洗澡没有了 有 在前面呢 然后里面是单人床 放下来是双人床 这钉子都是我自己挂上的 前面少了一个窗 车高度比以前的车高低一点 但是我一米八十三还是不不撞头的 你看啊 还是不撞头的 嗯 包括这一架也是从那车上面卸下来撞上去的 这里是控制面板呀 太阳能板呀 这些 然后 床我一个人睡 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上面和以前一样 是一个背景桌 然后背景墙 里面都是四个柜子 一二三 比以前多了两个柜子 哦 不止两个柜子 柜子多了很多 这边两个 下面四个 帮我把地板擦了 啊 从此以后 终于拉得动了 这就是我的车 好 现在我来计算一下这辆村的外观啊 整车长三米六 比我以前的小黄略长 然后自重是800公斤 也比小黄重了100公斤 啊 拉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这里是一个 户外的厨房 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打开这个户外厨房 它是这样设计的 勾拉式的 黄蜂的灶台 两层设计啊 这样说出来可以在这里切下 好像比我现在稍微低一点 问题不大 外接的特鲁马的燃气灶头 燃气灶头 这里面装的是 灰气罐 然后一些杂物 柴油柴暖柴暖 呃空桥的管道 燃气热水器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一套爱科的撞杀系统 爱科的撞杀系统 呃 像我一个人呢 拉一点问题都没有 现在是拉着刹车的 外推的窗户 很酷 这里是注水孔 这里是抽拉式的马桶 可以抽出来的 这车虽然小啊 但是它一样配备了一个天幕 天幕应该是两米的天幕 这里可以斜插在车上 也可以放在地上的 我现在在上海车展的现场 然后今天已经闭幕了 明天我们会继续出发去广州 呃 大概12月3号左右到广州 这辆是我以前的拖挂 现在换了 嗯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了 朋友们再见